下面举个例子 又如智迦达斯 于月法华经时 他读法华经 读到药王品 他如定了 若于法华三美 如定了 于因念情 神有灵善 这一年 像做梦一样 梦到灵鹫山 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 参与 千年前 释迦开讲之华音神会 他看到了 他还 在大会里头 找了一个座位 他坐下来听见 问佛说法 同时又于千年后制 慧斯禅斯的话 传为千古佳华 这里有个注决 记这种事情 天台制这大死 此年是治健康 从这一年到健康 禅斯慧之义 之义是他的发明 自治的安 生在荆州 华荣 他姓陈 苏家姓陈 十八岁出家 夜间大树山 慧斯成寺 慧斯是他的老师 天台中 第三代的祖师 智者是第四代 慧斯扑行道场 慧斯 慧斯 安落心 大师 送发花金 知药万品 是真金金 世民 正发 供养如来 奈物 发花三倍 呼 雪 托了你 进灵山 一会 燕燃 未散 借词 游化 思悦 如与成国有缘 成国是六朝时候 宋起良辰 我比利 你看他这个神 现灵山一会 是过去一千年 跟这个慧斯 对话的时候 慧斯是他之后的一千年 这说明说 时间不是真的 过去未来都在 先前的一年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这个时间 障碍了我们 我们把时间看作真的 不知道时间 是一刹那一刹那 就是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年一年 相续成就的 每一年都是圆满的 所以每一年 相及相如的相 我们看到 好像是真的 真的在移动的画面 变成动画了 实际上 张张都是那么圆满 但是它不一样 不一样就产生 动的这个观念 实际上 每一张都不动的 念头太危险了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的念头 捕捉不到 他就说 频率太高了 我们意识里头 能够捕捉到的 是有限度的 超过这种限度 捕捉不到 我们从眼界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它速度太快了 真看不见 是一个完整地下 一张幻灯照片 是个完整地 在二十四分之一秒的速度之下 就看不见了 只看到一道相光 里面内容 看不清楚 二十四分之一秒 把它提升到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根本不知道 就在面前 所以佛说 在哪里 就在当下 完全不知不觉 就在当下 什么就在当下 极乐世界 就在当下 为什么呢 整个宇宙 是一年完整 极乐世界 没有离开 整个宇宙 他在 佛在论言会上 所说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金 就是说一年 一年就在当初 当初出生 当初灭金 出生跟灭金的速度 特快了 我们看到 几乎是同时 实在讲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就已经感觉到 是当初出生 当初灭金 把这个提高到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是高登科学 这是登风造气 那么这个叫 摄氏各发 一致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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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